郭麒麟是如何被助理逼疯的 这个助爹不仅能轻松拿捏他 还敢公然在台上讽刺他 2019年 郭麒麟北京专场 由于是在相声窝子里演出 所以郭麒麟非常慎重 于是选了三个硬活 演出也非常的卖力气 以至于到最后的时候 嗓子有些顶不住了 等到最后唱大实话的时候 大林的嗓子直接吃掉了 大林翻车你看他笑的是有多开心 明显就没编好屁 等到演出结束以后上前羡慕 更是一句话差点没把大林给气死 此刻的大林 正在为刚才的大实话羞愧不已 他却来了一句眼痴 就算是嘴飘了 也如同给了郭麒麟一个大逼兜 难怪大林会气急败坏地追着他打 当然被助理逼疯可不止这一次 某次两人回家的时候 由于小宝说话声音太大 大林担心会打扰到邻居 所以对小宝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 自此以后高小宝说话就变成这样了 不仅如此他还不管老板的衣食住行 反倒需要老板伺候着 到饭点不点餐 即使是点餐也不会按照大林的意愿 而是自己喜欢吃什么点什么 不过话说回来高小宝表面上说是助理 实际上是老郭给儿子安排的保镖 郭麒麟的助理有多豪横 此人名叫高小宝 出身武术世家 自幼习武 有着相当深厚的武术功底 虽说名气不大 但是在德云社属于元老级别的人物 2007年就进入德云社 虽说那时候相声功底不强 但是只要上台 他也能赢得满堂彩 他与刘晓婷同台表演的论权 是任何人达不到的效果 到结尾备备完这个棍口 拉开架子 翻根子就翻下去了 刘晓婷一看 你都是我 躺躺躺躺躺 他也翻下去了 2010年和杨酒郎同台演出 一拳打的酒郎俩跃不过神 咱们还有一大招呢 高小宝 练武术的 您的都知道吧 就是郭麒麟之前那个助理 武术世家 跟他合作了一场大保镖 真是 这一拳倒了 在张立元主角 我说你心里不能为你 我太记得了 高小宝酷爱武术 在德云社学习相声期间 从未放弃过练习武术 虽说长得不是高大威猛 但也是虎背熊腰足够结实 又服过几年的兵役 分分钟放倒几个普通人不在话下 2017年退役回归德云社以后 刚好郭麒麟开启了 少帅出征全国巡演 于是老郭将他安排为少爷的助理 说白了就是 太子太保 店前一品带刀侍卫 专门负责郭麒麟的安保问题 接下来聊一聊高小宝的家庭背景 郭麒麟助理的后台有多硬 这是小资柯的门长大师哥呀 他的师父就是我的好师哥 也是我父亲的爱徒 鸾云平 高小宝是鸾云平的大徒弟 也是小资柯的大师兄 2007年进入德云社以后 口蒙为何云伟的徒弟 偷因和某退社 于是在2016年正式败师鸾云平 由于当时在伏兵役 所以为参加摆之一事 但是入了家谱 高小宝的爷爷和郭老师关系不错 于是高小宝的叔叔 给老郭当了几年助理 名叫大侠也是个武林高手 他就叫大侠 侠干一胆 这个人比较莽撞 他是一个莽撞人 后来大侠在临走之前 将高小宝 高小辈 刘小婷 安排进了德云社 高小宝 高小辈是堂兄弟 刘小婷的母亲 则是高小宝 高小辈的姑姑 当初高小宝先于刘小婷 进入德云社 所以相声功底比二哥的扎实 当二哥第一次上台的时候 被高小宝气得一把鼻踢一把泪 高小宝是他弟弟 他弟弟呢 直接哑过车 然后好玩 就不跟他对 跟二哥急的 自己在排练厅 急得直哭 当然二哥的名字 也是这个时候被叫响的 久而久之姑老师见了 也会叫一声二哥 爷孙俩是各问各的 从此以后 三兄弟在后台 被统称为高门三杰